诶 你怎么会在冰箱里啊 快出来 签制的普通日常 话说能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吗 这块我忙活了一大顿 结果我剪视频的时候发现收声有问题 说话也不利索 主要是说话不利索 我明明说话很利索呀 不利索 很利索呀 那你说一句 我的 我已经搬来这个新家只能有一个月了 那 那经过一 那经过一个月的磨合呢 好吧 我不行 感觉我在镜头面前说话人就会变傻 所以我 后期配音 可能会声话不同步吧 是肯定不同步吧 我现在所处的城市是大连 等等 三秒之内告诉我大连是哪个省的 没错 是辽宁省 这个问题我问出来不是毫无道理 毕竟我之前也一直不知道厦门是哪个省 就算知道是福建省 也不知道福建的省会竟然是福州 而不是厦门 天哪 厦门好有名 好了 话题回来 我这个房子是85平 每个月2600 在大连室内但稍微有一点偏 交通还算便利 我一趟公交车就能去学校 不远处有菜市场 家里不给生活费全靠我自己赚 明明我还是个学生 每个月就要花这么多钱了 来吧 我们开始吧 进下门之后是一套很长的拳关 左边是他各种的鞋 小皮每天都会在门口犯选择困难症 但我相信对于女生来说 这些鞋子也不算多 右边会挂我们经常穿的外套 进门右转就是这个 我终极喜欢的开放式大厨房 爱做饭的我点了个赞 房东的双开门大冰箱 里面可以放满好多饮料零食什么的 这就是我刚刚拍视频的地方了 当时的沙发和茶几都在大厅 但大厅被我腾出来 做小皮的拍摄场景了 所幸我都搬到这儿来拍Vlog 这儿就是料理空间了 没有意外的话 做饭做菜的人物都是我来 搬过来之后 也做了好多好多好吃的 如果你们居家过日子了 最好买三口锅 一个是煎锅 一个是铁锅 还有就是小电饭锅 这个电饭锅是小皮带过来的架着 还是很好用的 上面这个地方 平时都会放好多好多零食 从我们的大厨房退回来之后 就是我们的大厅 说是大厅 其实我们没有代客需求 也没有电视看 索性就把所有东西都移走 当做一个单独的拍摄场地 后期还可以在这儿玩VR游戏什么的都挺方便 还有就是如果大家想买镜子的话 一定要到当地的建材市场去定做 比你直接买成品要便宜很多 最起码运费很低 小皮搬过来的时候 也带了很多公仔 大部分都放在这个小沙发上了 哟 这是什么 当然是奶茶丛的手机包啊笨蛋 兔熊 黑眉球啊这个 这是黑眉球 然后这是新带路 其实我还挺喜欢新带路的 我一看这些东西 说话就会变可爱 大家理解一下 还有就是他很喜欢神奇宝贝 皮卡丘什么的 是我当时把一个不用的那尊条 给他切成两半 然后做成这样的小钥匙扣送给了他 我也有一个 这就是全家唯一一个 我自己的公仔 一个小电视 小皮拍屏肤的大地毯 每次都能用得到 然后从大厅往又没看 女孩子的宝藏之地 看到了吗 我的天哪 这是什么 这里就是皮小姐的矿山啦 这是我们全家唯一一个 说话没有回音的地方 我觉得以后可以当我的录音棚 给大家找几套我最喜欢的衣服看一下 我最喜欢的小海君 还有这个心跳 还有这两条裙子 一条山吹 这条应该是宇宙 反正小提穿上我就觉得 像是一个上学的小学妹 这个就是我最最最喜欢的 暗香 天哪 党妹也穿过这个 你们可不要误会 我关注党妹完全是为了 我关注党妹完全是为了听相声 和了解小皮的爱好 了解小皮的生活 我还关注石银了 反正她的另一个 我要不咱们试一下 先找一个适合我的款 就这个吧 这个好像够大 我穿了下 别的好像太瘦了 把小件往旁边丢一丢 你干嘛呢 看我试一下大脚 我美吗 你平时怎么摆姿势 我还体会 我已经成了 你快走 你快走 兄弟们我太有勇气了 你们不给三连都对不起我啊 然后就是我们家的超软超大床 我太爱了 这个床垫子超级的软 然后在你面前呢 就是我真实的工作室了 左边这个呢 是小皮的办公桌 一听电脑 办公啊 玩游戏啊 然后iPad看 明星大生态 接下来就是我自己的办公桌 屏幕是三星价的 1920x1080的分辨率 最高144赫兹 但我边直播边玩游戏 帧数不能稳定在144 所以我一直在用120赫兹 特别是FPS类型游戏 高刷新率的屏幕 玩起来真的会输出很多 实测有用 主力显示软件是PRCC2018 键盘是一款87件的红周机器键盘 买这个是有理由的 87件省空间 白色又很简洁 红周件程短比较敏感 声音也小 不想打扰室友或家人的人可以入手 轻轴的也很爽 但我对噪声要求太高 上课打字 寝室娱乐 深夜显示屏都会极大程度上 影响你周围的人 但是敲起代码来真的很爽 黑轴也静音 也很敏感 但是真的好累 时间长了 手指疲劳到相应 如果你是电竞少女 购买键盘 黑轴尽量不要碰你 这个鼠标对有的说了 是罗技家的J402 比较适合我这种手腕流 大手趴握鼠标 而且它还具有 自视力人体工学 自主形态改变的功能 没错 就是鼠标的侧边 被我小拇指抠出了一个大凹痕 我去宝宝的时候 这款鼠标 除了会沾有上一位玩家的体验 它的两个侧边 都会有那种 长期使用产生的凹痕 我一个人都能盘出包将 三五百个人 估计都抛光了 重点介绍的就是 我这个明基护眼灯了 因为家里不是很亮 而且我的眼睛比较敏感 总是容易发炎 每天除了睡觉 就是在电脑桌前 非常非常容易湿疲劳 所以我索性就对自己好一点 买个那种护眼的桌面灯 没错 真的是很巧 我也是看了别的up主 推荐这个灯 刚放在我的购物车里 没有几天 明基就直接找我来 试用这款灯 直接送了我一个 桌面空间有限的我 键盘都只用87件的 这个灯更是一点空间都不占 直接稳稳地放在显示器上 不会直射眼睛 屏幕也不会反光 USB供电配有一个调节器 可以调节亮暗和冷暖 用接近自然光的灯光 最适合眼睛发育 我一般白天用纯白光 晚上用较暖颜色的光 不抢眼不刺眼 比较温和 而且直流灯 发出的是连续光 无频闪 明基这个灯 比起传统台灯 更节省桌面空间 光线更自然 更护眼 没有屏幕反光 也不是直射眼睛 真是无敌好用 现在用的耳机呢 是这款 也是某季 这系列的一款耳机 还是无线耳机 我个人非常喜欢用无线的耳机 因为无线就代表着自由 还有灯 特别炫酷 还有7.1声道 声音的话 有这套扬声器 应该算是祖传音响 用了几十年了 现在我敢保证 百分之百是停产了吧 我已经不知道 它的型号和价格了 整个家最老的物件 非它莫属 在剪视频的期间 小皮提前送给我的 全身杰礼物 就是这个雷蛇麦克风 对麦克风没什么了解 不过这条视频的旁白 就是用这个录的 没调声音 没有声卡什么的 这个音质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机枪是我自己拼装的 全部都是我的血汗钱 做微商 CPU是英特尔 i7-8700K 散片没超频 显卡是华硕地域犬 GTX 1070Ti 两条8G的内存条 1T加3T的蓝盘 一共4T的容量 满足我对素材存储的需求 电源和水冷都很普通 我甚至忘了是什么了 刚刚说不喜欢噪音 这回 我甚至在机箱里 装了一个控制器 手动控制上面 两个风扇的转速 甚至天热的时候 我会把它拆出来当风扇 300兆带快的网络 TBLink的路由器 花了70块钱 做一个无线信号扩展 高速WiFi覆盖全无 幸福感直线上升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结束了 其实我还有好多室外镜头要拍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我没有敢出去 所以大家也要安心待在家里哦 喜欢的朋友们 记得点一个散脸 我求求你们了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那么我是除了赢 什么都会的千知哥 我们下期再见